附近航空G1253空难酿严重死伤 总统马195号除了到台北市第二殡仪馆 向罹难者致哀 也亲赴三军总医院和台北市立联合医院 中校院区探视伤者 谢谢你把楼子都通过来看 我们都很震惊 我们都很震惊 有一点小意思 谢谢 谢谢 谢谢小医生 在医院治疗的72岁伤者黄金顺 大难不死只受到轻伤 还救了好几名乘客的性命 行政院长毛志国慰问时 称赞他有福气 至于一家三口奇迹生还的林明威 依旧心有意见 反正这样的事情 我想他心理上一定不会难过 那我哥哥他昨天晚上 其实就是如果睡觉已经一闭起来 就会想到当局发出事情的情况 那心理其实还是难过 而且那种方面可以的冲锋 根据民航局表示 失事同行的ATR飞机 已经全数完成特检 目前已经陆续复飞 至于坠落基隆河的G1235 机身残骸 5号下午陆续吊挂上岸 搬运到松山机场供后续鉴定 失踪者的搜索范围也将持续扩大 部分罹难陆客的家属也持续抵达台湾 不少人低头啥气 气氛哀气 中央设计者洪黄军台北报道